先來看一個比較有趣的消息 就是一個人可以讓人當作是東西買賣的 這其實有話說起來是一個美愛的事情 這是青條那個時尊到日本時代 在我們台灣的一些社會風秀 有人20多年來特別收一票 這200多頂的客友 就是買賣的客友 可以看到那個時代的經濟環境 一頂一頂的客友 有時不不一頂一頂拍手 有時一頂不優 就是白條客友宿內被買賣人的醫生 這個人他把母賣去賣一些錢 然後順便帶她的兒子再賣 結果那邊就要把他們兒子養三年 生活艱苦到賣 後生女兒女兒 王妻出前男友不回來 大家就把媳婦賣掉 甚至連牽手都會賣 只是為了賣一瓶飯吃 農業社會內的路上就像外部一樣 沒地位 賣了那五十六塊 他後面還在嘉義去 高山滾石永遠不回來 一個農業社會 是重男輕女 少怕夢打 今天讓人打掌路宅 就在賓臨賀库庫庫 對切的逃逃生 還要有幾十五年七八歲 就做給人的十五年 每一四年就讓人買五次 為廟裡不夠中華 到要不夠自己 比參與一生沒辦法自己做主 青條木至民國十年 這段中間我有頂百分之五十以上 沒有在現在的時代 民主的時代 哪有可能 大家早就早了 又七年開後才會相信 那樣的年代 那年不和你的客戶 生活在理財世界的人 真的是太高了 受眾加重金水 用二十多年時間 受盡兩百元中的 古早賣賓客 街道那當初的經濟狀況 也重現那當初 農村社會地產 通過求生存的無難 記者總和報道 明天